在处置各种灾害事物的过程中 测量、试验等技术的运用是越来越广泛 作用也是越来越突出 通过运用这些多样化的检测手段 能够有效地掌握现场态势 在我们以往的强险救援行动中 在我们以往的强险救援行动中 定向爆破应用也非常广泛 特别是在应急轻障、分红续红、封堵绝口等任务中 通过定向爆破可以炸毁阻碍 达到高效处置的目的 平均下距离 十几元 成为 School 空洞 落水 跟太滑 因此 不算是 通过 病毒 油